彩虹的尽头 哇,欢和狐狸喘着气说,好美呀! 哇,一道明亮的清晰的彩虹,像宝石项链一样挂在天上,欢和狐狸盯着明亮的颜色,看呆了。 欢说,你知道吗,彩虹的尽头有宝贝呢?狐狸问,什么宝贝? 不知道,欢说,但是我想它应该是金的,或者银的,或者宝石的,它能让你变得永远永远都富有。 我们去找这个宝贝吧!狐狸兴奋地叫起来,于是,它们朝附近的森林出发了。 当它们赶路时,满脑子想的都是宝贝,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大还是小,是什么颜色? 就在这时,它们看到了松鼠,它正坐在一堆橡果前面。 哼,我的宝贝,它自言自语着,我最美的宝贝呀。 欢和狐狸跑向松鼠,走开! 松鼠叫起来,你们不许偷我的宝贝。 这不是宝贝,狐狸说,这只是一堆橡果嘛。 对我来说,宝贝就是冬天的食物,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 松鼠回答。 哦,我们要找的是真正的宝贝。 欢一边说,一边和狐狸继续向前走去。 很快,欢和狐狸来到了一条小河边。 在草丛中,它们看到了鸭妈妈。 我的小宝贝! 鸭妈妈呼唤着,你在哪儿呀? 欢和狐狸觉得很奇怪,你在找宝贝吗? 它们问,是啊,在找我的小宝贝。 对,鸭妈妈回答,哦,看呐,它在那儿呢。 一只金黄色的,毛茸茸的小鸭子,扇着翅膀扑拉扑拉跑过来了。 鸭妈妈一把把它揽到了翅膀底下。 别再这样乱跑了。 它温柔地说,你让我好担心啊,我的宝贝。 欢和狐狸被弄糊涂了。 它们问,这就是你的宝贝? 当然了。 鸭妈妈自豪地笑着,我爱我的宝贝。 胜过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对我来说,它就是我的宝贝呀。 不是吗,我的小宝贝,我们回家吧。 欢和狐狸继续向前赶,它们好想快点找到彩虹尽头的那个宝贝。 它们急急忙忙,爬上一个小山坡,看见兔子爷爷坐在那里。 嗨,兔子爷爷向它们打招呼。 您好啊,欢和狐狸说,我们在找宝贝。 宝贝呀,兔子爷爷点点头说,我有许多呢。 真的,在哪儿? 欢和狐狸问。 兔子爷爷轻轻拍拍自己的头,说,在这儿。 我的回忆就是我的宝贝,它们让我快乐。 回忆是什么? 欢问。 它们是你记得的所有过去的事情。 兔子爷爷说,比如,你做过的事情,你去过的地方,你爱过的朋友。 将来有一天,你们现在所做的这件事情,也会成为你们很宝贝的回忆哦。 祝你们快乐,小家伙们。 再见。 欢和狐狸说完,就顺着山坡的另一边,滑下去了。 就在这时,大片大片的黑云布满了天空,彩虹消失了,雨越来越大,欢和狐狸不得不躲到了树荫下。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宝贝呢,欢伤心地说。 在它们等待雨停的时候,它们想起了松鼠,它有足够的食物吃,多开心呢。 它们还想起了鸭妈妈和它心爱的宝宝。 兔子爷爷也很幸福,因为它有它的回忆,它们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宝贝, 也许宝贝本来就不是金的,不是银的,也不是宝石的,而是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它会让你变得非常非常开心。 狐狸看着欢,欢看着狐狸。 你是我的宝贝,欢跳起来说。 你也是我的宝贝,狐狸说。 它拉起欢的手,转起了圈。 它们开始笑啊,跳啊,直到累得不能再跳了。 雨停了,太阳又出来了。 两个朋友开心地走回了家。 在它们身后远远的地方, 一道新的彩虹挂上了天空, 但它们俩谁也没有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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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